因为演出夫妇的世界而爆红的韩素希 最近意外被卷入扎期风波 有网友上网发文爆料 夫妇剧中某位演员的妈妈 在几年前以投资民意骗取千万韩元 不还钱又搞失踪还宣称 等女儿成名后会一次还亲 然而几年过去却只拿回了30万 让她每次在电视上看到该位艺人就很生气 因此决定公开这件事 隔了几小时后 韩素希在个人网站发文 表示父母在她5岁时就离异 从小都是祖母养大的 跟妈妈并没有太多往来 直到20岁才知道妈妈欠债的事情 作为子女的她出道前都在帮妈妈还债 后来得知妈妈一直以她当作挡箭牌补还钱 甚至还用她名义借钱 金额已经越来越庞大到她无法承受 如今出现这样的受害者 她也感到非常抱歉 而她的朋友也站出来留言 透露韩素希在小学时 就算被像没有父母依然保持开朗的笑容 在得知朋友为了赚钱而决定去啤酒店打工时 为了让朋友好好专心圆梦 毫不犹豫的从自己的存款中 只留下10万元 把剩下的122万全部都给了朋友 最后该位朋友心痛写下 只要想到素希现在的苦痛 就难过到连打电话关心她都无法 天文一出让网友们看得超心疼 希望这么善良的她别再受到伤害了